一群人站在彎道旁 擔心地盯著山谷下方 因为底下已经变成小小一个点的是一名机车骑士 躺在山坡上痛得动弹不得 救护人员一到他身旁 立刻将人吊挂上直升机送一急救 因为这个地点真的有点危险 无法再把他搬回30公尺的道路上 只能靠直升机救援 骑士全身擦挫伤 第一时间更失去意识 幸好送一急救后已无生命危险 暂时脱离险境 就在台八线123.7公里处花莲路段 已经满18岁的无姓男子 从14号深夜11点跟6名友人 相约要骑车也由荷欢山 从新北领口出发 15号早上时准备从中部横贯公路进入花莲北上回家 结果就在这个弯道时 他疑似意识恍生 直接冲出道路摔下30公尺边坡 通信有人回头看怎么少一台车 这才知道出事了 立刻报警求救 目前伤患生命气象正常 前身多处是猎伤 观察中 相关肇事原因还有待厘清 幸好跟着朋友出游 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不见了 只是无姓骑士虽然满18岁 却根本没有驾照 大胆骑车上路还整晚没睡 结果发生这回意外 这一摔恐怕伤得不轻 接下来不仅要面对长期的附件 还有一张五兆骑车的罚单 TVBS新闻高志宏 乔尔刚花莲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